觀眾大家好 今天白天由於大陸雲竟然減弱 所以氣溫都有回升的一個情況 從衛星途中 東半部地區整天雲都是蓋著 所以高溫大概只有回升20度上下 西半部地區白天雲比較少 陽光露臉 所以溫度回升比較明顯 都有23度以上的高溫 但是下半天整個環環雲雨淡 出來之後雲量增加 再上太陽下山 所以溫度上都有下降的趨勢 明天北邊的這個 大陸冷氣團下來之後 帶有比較明顯的冷空氣 所以雲風面地區的話 可能溫度下降也會比較明顯 而且明天的雨量 都會比今天增加的情況 從地面天氣圖可以看到 北邊的高壓足跡之後會減弱 北邊的高壓大概是明天 影響台灣地區的大陸冷氣團 它一下來的時候 海面的風浪是明顯增加 在台灣附近的風浪 大概有6到7級 正風9級的狀況 從預測度可以看到 其實明天晚上高壓 大概移動到東海到北部海面 顯示明天這個高壓下來 速度還滿快的 帶來的冷空氣 大概明天各地的溫度 都會比今天下降兩三度左右 明天北部高壓大概只有18度 中央部是22到24 所以中有以上資料 明天受到大陸冷氣團影響 北部東方部有短暫 中央部機器有局部短暫 海浪風浪明顯增加 請諸位產生要特別留意 以上資料由中央向舉提供 好 所以說呢 明天受到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早晚的溫度還是很低的 繼續來看明天各地的詳細氣溫 進入台北桃園新竹 還是會下雨的情形 最低溫15度 最高溫18度 中部地區苗栗跟南投地區 下雨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最低溫15度 最高溫22度 南部地區是多雲的情形 最低溫16度 最高溫25度 東部地區宜蘭花蓮台東南雨 最低溫16度 最高溫21度 外島地區最低溫10度 最高溫19度